然後也是做Wi-Fi driver的部分 那我覺得我學到的東西就是我會去翻閱IEEE8021的Spec 然後就是看具體實作是如何 那我先介紹一下就是什麼是Vu-Fi 那Vu-Fi的簡稱是Virtual Wi-Fi 那它是一個Wi-Fi的Simulator 然後它的優點是它是非常lightweight 只有1000多行的code 然後它的創始人是JSERV老師 那它是我的奇莫專題 然後它有一個原本的名字叫做OWL 然後但是因為在Github上不好檢索 所以我們把它改名叫Vu-Fi 那Vu-Fi可以幹嘛呢? 它可以建構一個簡單的Wi-Fi wireless的環境 那底下是一個範例 它是一個兩個station mode 然後一個AP mode的一個環境 那在這個環境之中 我們這三個interface都可以互相連線 但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STMO不能互相 不能直接兩個人就是互相傳風包 要經過這個AP的relay 就是中間這個AP的relay 因為就想想一下我們的情境 今天你有一隻手機 然後你連上了router 你連上了Wi-Fi 你其實丟風包的時候是直接往AP丟 然後AP才去relay這個風包到你想要傳的那個人身上 那這也是我們實驗的環境的目的 那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有聽過Mac 8021 hardware sync 那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8021的模擬器 那就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已經有這麼完整的模擬器了 我們為什麼還需要Wi-Fi呢 因為Wi-Fi其實功能也不完整 然後又只有1000多行 那為什麼我們要選擇它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目標不一樣 這邊我帶各位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8021的裝置 連上AP之後 之前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首先我們要進行 我們的8021裝置要找到AP 我們要先進行 Active Scanning 所以我們要 我們實際上發送 那個device可能發送了 Probe Request Probe Response這個風包 這是第一步 然後你找到AP之後呢 我們要進行8021的Authentication 那Authentication過了之後 我們還要進行Authentication 就是關聯 然後關聯結束之後還沒有結束 因為剛剛8021Authentication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會指定說 你想要更安全的認證 可能WPA、WPA2 所以這時候還要進行8021X的Authentication 那這一步是最複雜的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就是它跟最右邊那個 radius server 就是Authentication server 是有關聯的 所以它其實還需要第三方的認證 那這個風包傳遞的過程又更複雜了 所以剛剛講的過程是 就是你要連上一個網路的一個過程 你還沒有開始傳風包 就要經過這麼多的過程 那對我們想要simple 想要簡單的無線網環境的人來說 user來說 我們可能不需要這麼複雜的架構 我們只要find那個AP 然後connect它 就像插有線網路一樣 我們就是把那個插頭插下去 然後就連到了 這就是我們DWi-Fi的做法 那 我們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跟 MAC8021 還有WebSync比較 而是 我們使用的情境不一樣 然後我們這個 專案強調的是 lightweight 然後比較少的code 比較少的成本 那我現在正式要進入我們的主題 然後這是我們的outline 首先呢 我要先跟大家介紹就是 data frame 就是我們一般傳送的frame 在整個kernel的過程 從user space到kernel space 然後從kernel space到device的過程 而且我要介紹說 就是 device到 kernel到device的那個過程 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它會有一些hook 然後我們要註冊那個function到那個hook上 它才知道說 要進到我們的vWi-Fi裡面 所以呢 呃 第二點是說 呃 wireless stack 在kernel的 的流程 因為第一點是說data frame 然後第二點是說wireless stack 就是一樣是user space到kernel space 所以 第一跟第二點是在 告訴大家說 我們需要implement什麼樣的一個function 然後可以讓這個hook把它勾起來 然後第三跟第四點呢 我要帶大家介紹說 我們實際上的implementation 就是第一跟第二點告訴你們 什麼樣的implement 然後第三跟第四點告訴你們 具體怎麼implement 那首先呢 我要先介紹 就是data frame 在kernel的流程 呃 相信 各位如果有寫過sacky programming的話 對 左上角這個send tool 還不陌生 它就是 我們user space 要送風包的一個coder system code 那它首先 call完之後呢 它會進到 呃 kernel的system code interface 處理完之後 進到sacky layer 再到network protocol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protocol stack 那protocol stack呢 包含了 傳輸層 包含 ip層 包含 mac層 那 kernel又把mac層 拆成兩個部分 呃 下面這個device layer 就是被拆出來的部分 它靠近device 它認識device 那 net device 呃 括號裡面 net device是 呃 就是包裝這個 network interface 的一個 結構體 那 那 各位可能覺得有點抽象的話 我帶各位看這個 大家都熟悉的 畫面 就是 ifconfig 我們可以看到有三個 interface 就是 enp0s3lo 然後 owl0 這三個呢 都是 net device 那我們 我們 vifi 一開始 的目的就是 要產生這個net device 然後 之後再加一些功能上去 現在 我們kernel 知道有這個device 但是還不一定知道說要怎麼transmit 怎麼recieve 那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呃 呃 各位有注意到就是 device layer下面有一個箭頭 寫著 net device operations OPS 呃 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講的勾子 就是在outline說的勾子 它就是 呃 hook 在CE園裡面的實作就是function pointer 就是呢 它提供一堆function pointer 讓你的vifi去 負值 然後 kernel 就是要傳送封包的時候 它就會扣這個function pointer 進到你的vifi裡面 實作我們真的傳送封包的過程 那這是一個 這是我們vifi的 實作的程式嘛 那我們vifi 因為我 我說過是非常lightweight的 所以我們實作的operation非常的少 那 基本上只有 最必要的最必要的就是 傳送封包 這個start transmit 那其他的 其他的 呃 operation的話就是可做可不做 但是 就是 這四個 這四個是 最最基本 最基本要做的 其他的呢 可以可以可做可不做 然後 我現在要來帶大家 剛剛是dataframe 現在我要講的是 呃 802.11 特有的一個 wireless的stack frame 要怎麼在 那個 kernel裡面被傳送 那 在講之前 我要先帶大家看有 呃 市面上 有兩種不同的網路卡 一種是 4mac 一種是softmac 那他們差別在哪呢 他們差別在 MLME 是做在硬體 還是軟體 那什麼是MLME呢 大家可以想像成 就是 mac layer的邏輯 就是 比如說 呃 mac layer 現在要scanning 現在要connect 現在要 就是 prop request prop response 就是這些 我們802.11的邏輯 就是MLME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過程是非常的複雜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過那個圖片 是非常的複雜 所以 如果我們把它做在硬體的話 就是4mac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非常 low cpu load 就是 它可以省 省掉 cpu的工作時間 因為它把這些流程都做在那個網路卡裡面 再來呢 因為它 省 cpu 所以它也省 功耗 那我們的 vwifi呢 就是這個 4mac的 的這個實作 那它在linux裡面 是用cf8021來包裝起來的 那 右邊我也帶大家看到 雖然不是我們vwifi的 但是 它是 剛剛我們的 比較的那個對象 是mac8021 它是怎麼 mac8021 它是怎麼做的 它是把MLM做在software software software也就是kernel kernel的stake 那 它有什麼特點呢 它的特點就是 呃 它省 硬體的成本 因為它把這些邏輯做在軟體裡面 然後 再來就是它 更新 功能的話 只要更新driver就可以了 然後 它也可以省掉非常多的 不必要的 就是 重複的code 就是不同的driver 可以共用一個 同樣的code 一個 軟體層的概念 那 在linux裡面 它是以 mac8011來 作為支援 好 那我們剛剛講完 就是 我們 我們要用的是linux cfg8011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呃 一個management frame 是怎麼樣的一個 流程 從userspace到kernel 那 通常我們會 搭配使用 wpsapplicant 或是hostapd 作為我們userspace的程式 那 他們會發 比如說我們現在想要 呃 我們的device scan scan的話 wpsapplicant就會包裝 scan這個 這個指令 變成NL8021 看得懂的指令 NL8021 我們可以想像成 它是userspace 跟kernelspace 的介面 它就是把userspace的指令 包裝成kernel 看得懂的樣子 然後包裝完之後 傳到cfg8021 然後 8021 再call 我們剛剛有看到 就是net device 有一個ops 那這邊也一樣 cfg8021 也有它的ops 所以呢 我們又看到 我們可以做的部分了 就是 我們要把我們的 function hook到這個 ops上面 然後讓它可以 進到我們的vvvv 進行真實的scan 那 這就是我們vvvv 的始作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sta mode 我們有始作 scan connect 跟 disconnect 然後ap mode 有change virtual interface 然後stop ap 那 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是spa mode scan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要找到 附近的bss 附近的ap 就是呼叫這個scan 然後connect的話 就是我們要連線這個ap 好 那剛剛介紹完 就是我們vvvvv 要始作什麼 那我現在要來實際說 我們怎麼做 我們的scan的做法非常簡單 非常單純 就是我們走便利 走訪這個ap的list 然後我們收集它的資料 收集什麼資料呢 有可能是那個ap的channel 它用什麼channel 它用什麼power 它的rssi如何 我們收集這些資訊 然後呢 第二步 我們還要把這個ap的ssid 裝到information element裡面 那如果各位不知道什麼是information element的話 就是可以參考 iEEE 802.11的spec 它裡面有講解 然後再來呢 我們要把這兩個資訊 透過底下這個第三點的function 去告訴kernel 說我們找到了這個ap 那請kernel幫我們註冊一些資訊 因為kernel也會幫助我們 就是我們driver要好寫的話 就是不能什麼邏輯都寫在driver嘛 所以kernel也會記錄一些資料 那這是就是實際的程式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function的最外層 this for each entry 就是我們的走訪ap的過程 然後呢 我們cfg802c informbss 這個就是我們收集的data 這個ap的data 這個ap的用了什麼channel 然後scan width 然後signal如何 再來 IE那一行 那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要把SSID 裝到這個information element裡面 然後最後 我們再呼叫informbssdata 這個function 告訴kernel 我們找到了這個bss 然後把這個bss的資訊 傳給kernel 讓它記錄下來 然後最後呢 在走訪整個ap list之後 我們要說我們搜尋完成了 就呼叫有一個cf8021 然後scan down 這就是我們scan的過程 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lightweight 因為我們剛剛有跟各位帶到說 就是實際的8021的scan 是為什麼是流程呢 就是我們可能會先發送pro request 然後呢 再接受pro response 對不對 但是 就是 因為我們是實作cfg8021 然後 我有說 就是mle是做在硬體裡面 所以呢 我們可以自由 就是 它給我們的 呃 就是 它可以給我們 就是自由發揮 我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硬體要怎麼做 它是管不了的 所以我們就是 直接是找到那個ap 然後把它 告訴kernel這樣 那 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 我們必須實作的部分 STM必須實作的部分 就是connect 它也是走訪整個ap list 然後 如果 它那個SSID 是我們想要連的那個ap的話 我們就call這個cfg8021 connectresult 去告訴kernel說 呃 我們是連成功還是連失敗 那 對我們而言只有連成功 因為 就是 呃 基本上是不會連失敗 因為如果你找到它的話 你就是連連下去 就可以就可以連了 然後 我們在update vif的status 那 vif 各位可以想像成就是剛剛看到的interface 就是 eap3s0 或是 lo 那個就是vif 然後 我們把這個 vif 加到 這個interface 加到 我們的bsslist裡面 告訴它說 我們這個bss 新增了一位成員 那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function的最外層 就是一樣是走訪整個ap的list 然後我們用memory compare 去 compare說 去 compare說就是 呃 這個SSID 這個AP的SSID 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透過 cf8011 connectresult 去告訴kernel說 我們成功連線了 然後在 memory copy之後 再 更新vif的資料 然後再把它裝到 我們的link list裡面 就是 bss list 呃 剛剛講完就是stmode 呃 比較單純的實作之後 我們要講稍微複雜一點的hostapmode的transmit跟receive是怎麼做的 各位如果還記得就是 我們 我們一開始的那個 環境的圖的話 就是 我們有提到說 就是stmode不能互相 就是 直接的傳封包 當然就是 呃 802.11有這個功能 那那個叫做atacmode 那個不是我們實作的範圍 我們實作的是stmode跟hostapmode 那它必須遵照我們802.11的規範 就是 stmode必須先把封包傳給ap 然後ap再relay這個封包到你想要傳的那個人身上 所以呢 我們ap的transmit就變得稍微有點複雜 我們要先看 我們要先 確認說那個destination vif 是誰 我們要怎麼確認呢 我們要先確認這個封包的type是什麼 我們有可能是unicase的封包 也有可能是broadcast的封包 處理方式不一樣 那如果是unicase的封包的話 我們就很簡單的看 這個封包的macaddress destination macaddress 是不是我們的 那如果是的話 那就把它 就是 如果是 如果是那個對象的話 我們就把它傳送出去 然後如果 封包是broadcast或是multicase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傳送給每一個在這個bss的station 然後第二步就是把它放到那個vif的rx queue裡面 然後第三步是call receive function 去就是模擬這個rx interrupt 那剛剛講的是tx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要來講rx的部分 那rx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有一個紅色的箭頭 就是aprx的時候 它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它要relay這個封包 就是它有可能收到不是給它 給這個ap的封包 所以它要把它relay 那也有可能 這個封包就是要給這個ap的 所以不知道 我們要先確認 那我們要先確認這個 當然我們還要先確認 就是是unicase還是broadcast 那處理方式不一樣 那如果這個封包是unicase的話 我們就看這個封包是不是給自己的 那如果這個不是給我們的 那我們就要把它relay出去 這個就是relay 那如果它是給我們的話 我們就進到第二步 就是把它放到 把它paste到kernel 讓kernel去處理這個封包 那如果這個receive的封包 是broadcast 不好意思 我這個broadcast後面的那個寫錯了 那個是maticase 如果這個封包是maticase 或是broadcast的話呢 怎麼辦 就是我們要先relay這個封包 因為 broadcast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傳給所有人 那ap收到之後 還要傳給其他人 但是呢 同時這個ap也要把它paste到kernel 因為這個封包 同時也是給這個ap的 那我有就是 呃 如果方便程式邏輯設計的話 我就link了兩個變數 skb大家可以想像成就是那個packit 那個packit就是skb 那我就定義兩個變數 skb就是我要傳到kernel的那個packit 然後skb1就是我要把它relay出去的那個packit 那我這邊有列一個表格 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 呃第一個是給自己的那個unicast 如果這個封包是給這個ap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傳到kernel嘛 所以skb是 就是指向那個封包 那skb1啊 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要傳出去 所以就把它射為now 那如果是給其他人的unicast封包的話 我們沒有要傳到kernel 所以我們的skb就是射為now 然後我們skb1就是指向那個封包要傳出去 那如果是multicast或是brocast封包的話 我們 我們要傳到kernel 所以skb1要exist 要就是指向那個封包 同時我們也要傳出去 所以skb1也要指向那個封包 那呃 就是 我要宣傳一下就是 我們vify現在就是contributor 有點缺乏人手 對所以 那我先跟大家簡單介紹說 我們就是還有什麼功能沒有實作的 呃 主要就是 BSS mode IBSS mode 也就是我剛剛說的 STA可以互相 直接連線 這個叫做ad hoc 也叫做IBSS mode 這個部分是沒有實現的 那再來就是 Beacon Frame 呃 如果各位 呃 稍微對80211有一點認知的話 就是 呃 AP會定時的發送 Beacon Frame給STA 告訴大家AP的存在 對 那這個部分也還沒有做 那第三個部分是 呃 InterGas Communication 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的那個實驗環境 只能在 同一個 呃 同一個host裡面 執行 我們沒有辦法跨這個host 也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開了兩個 Cumul 用 用Cumul開了兩個host 這兩個host之間 有沒有辦法 直接連線呢 其實是有人做到的 那我們的vify 就是加上一些功能之後 相信也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那 謝謝大家 呃 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請說 實驗的應用場景就是 呃 我們可以搭配 WPA Supplicant 然後host APD 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簡單的wifi的環境 那可以互相傳送封包 呃 我的實驗 我的實驗 流程沒有列出來給大家看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GitHub上 找那個vifi 然後它其實有 就是傳送 用品 用品來傳送封包的一個實驗 是可以進行的 剛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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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請說 那個Mac 8021 Hardware Sim嗎 好 呃 呃 呃 就是我們的目標不同 呃 我一開始有說 就是 Mac 8021 Hardware Sim 是非常powerful的一個simulator 它包山包海 它什麼都做 那 如果有它 可以 可以執行就是 wifi的一些fuzzing的 一些測試 那是沒有問題 那 假設我們今天只是想要簡單 就是想要run我們的 比如說我們的程式是 呃 跟wireless有關 然後我只是想要 希望有一個簡單的環境 可以執行我們的程式 而我沒有希望說就是 它真的發送一些pro request pro response 這些實際的流程 我們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就是 可以簡單run我們的那一支 wireless的程式的話 呃 呃 這就是我們做這個 vifi的目標 它是比較lightweight 然後cost 也比較低的 比較低的latency 對 好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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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請問 真的是 好請問 光明 好請 好請 如果大家忘記了 其實這間視頻也能解決到前面的影片 還有影片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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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的補充 好 那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請你投影片再寄給我 喔好 是用email的字嗎 其實我剛有考到你那一份 那我再寄一份 好 好 這個iskimi 不只可以拿一點衣服 還可以拿一塊板子喔 這邊也來PGA 這邊有時機前排身erve 跟前 fever Particularly 謝謝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所以就这种方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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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open.js會列出很多詳細的資訊 然後上面是它的流程 就是每一個package或是kernel、bloader都會構築這個流程 下一個就是如果你用的是kernel 或是ubootvva這種有defaultconfig的sauce的話 它會有一個機子叫做config fragment 就是你可以加你要開的一些configuration 就是把uboot的register全部顯示出來 有時候會介入比較多的資訊這樣 那簡單講一下就是rootecodes 就是因為這個看這邊的layout就是 open.jsbi已經load上去之後 然後還有ubootload上去之後 open.jsbi這個run type帶起來之後 會跳到uboot然後把自己relocate到 一個比較高位的地方 然後它會再透過excelinance.com去放kernel 然後kernel會做班尼的動作 那在這個班尼的動作 如果你的kernel大於14枚的話 會去踩到那個open.jsbi設定pmp的region 那pmp是一個是一組mode的register 它是可以做physical address的保護 所以然後剛剛說就是open.jsbi作為mode run time 它不能在開機的過程中被覆蓋 它會一直維持這個run time 因為它要負責handlesb icon 所以就是你可以從itp看到一些詳細的資訊去列出來 就是你的load address跟移動的位置在哪裡這樣 這移動的位置是用gdp去找的這樣 然後所以就是那個81 六個0的位置 它是open.jsbi 然後smode的u-put去做store的動作 當然會產生accessful這樣 好 那大概是這整個buyna的過程 然後一些比較minor的資訊是 buyna起來之後你就可以很無腦的去用 它已經support各種userspace program或library等等這樣 那如果你有自己安裝一些程式 你自己寫的程式 那你如果有debub的需求 還有debub的gdpserver可以開 然後你就可以debubuserspace這樣 然後就是最好是 非常清楚你的page的dependency是怎樣這樣 那buyna有提供這個指定 就是你可以印出你的dependency的tree這樣 那比如說u-boot 剛剛說的depends onopen.jsbi的binary 所以如果你把這兩個資料夾都砍掉 那去編u-boot的話 它會先去編open.jsbi 那如果你清楚這個 這個關係會比較 因為你有時候會改某個source code 然後發現怎麼之後都燒上去了 然後東西還是不如預期 那通常是你的dependency 忘記就是去update 所以你的change不會被apply到你最終的結果上面這樣 然後比如有一個叫external的機制 就是有點類似優頭的layer 它可以把剛剛說的最主要就是你的config 就是一個defaultconfig file跟platform specific的檔案 那它可以抽出來就是像到一個out of tree的build rule這樣 那它可以用build rule2底線external去指向著external的路徑 然後在你的build rule底下 下defaultconfig就可以去跟一般的top-level的mac file一樣的功能這樣 那我們有這個可以用 那還有就是如果你有玩過lightx這個vex 那些reslide的soft code的話 它們也是用build ruleexternal來產生 來用buildroute這樣子 好 然後一些 在upstream過程我遇到的一些問題就是 很建議就是看如果你的project是有用mailing list的話 其實build rule它寫得蠻詳細的 也算不完全一樣 但是它有很多資訊都寫得蠻清楚 所以不管是不是用build rule都值得一看 如果你像我一樣當時是新手的話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它擺default是用mucy libc 然後聽說它build rule這個project 本來是用來做mucy libc的tast 這樣 的環境 然後 然後就是一些比較nime的 mino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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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這樣 然後 好 然後 然後 剛剛說的image這個config file 它沒有lint 所以 你可能要照著上面這個連結 連的地方就是 去 照它要的格式寫 那個config file 不然它要你重寫 然後 呃 通常reviewer不會有你的板子 那 它們是用一個叫 它們是用gitlabc i的 方式去 build 你的binary 那 它就會給testby 那 方法就是你去 build 它的gitlabfork 一個 你自己的 你在 你自己的帳號底下的build project 這樣 然後 你就 設計一個 你defaultconfig的名字 然後 的branch 然後推上去 它就會trigger一個 ci的pipeline 那你就去改那個 有用過gitlab 應該就知道 就是那個yaml file 去 去 寫說 你要執行哪些 哪些指令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終於進到 yoto的部分 好 時間 快不夠了 盡量快一點 yoto它是 算是一個標準的 de facto 就是 imbededliness 要做release 還是 等等 就是 tum都用yoto 它算是 最廣泛的 然後 它彈性 也最大 你可以 幾乎沒有 它 做不到的事情 就對了 那 它官網有寫這麼一句 就是 它是 就是 產生一個 custom 賣者 Distribution 它不完全是 就是 我們用的那些 debi 和wonto 一樣 就是你還需要做非常多的調整 才可以讓你的 你的板子去正常開機 這樣 然後它用的 跟brew 的 mac 不太一樣 是bigback 這個 test executor 那它會去吃那些recipe 裡面的metadata Respite的部分呢 就是 meta-respite是作為 respite architecture的 它有包含一些machine configuration 跟respite本身的configure 這樣 那它就可以 上面是已經upstream的一些 板子跟cumul 那 我們andys的最近還在 還在 還在 進行中 對 好 然後 當然你也可以 自己host了一個layer 那layer通常會有那個meta 那個 前面有一個meta preface這樣 這跟那個facebook的五關 就是它 很古早以前就有這個慣例這樣 然後 就是如果你 在 你需要某一些software去 疊在你的layer上面 你可以去那個 openembeddedlayerindexer網站找 這樣 然後 YOTO它 每年會有兩次的release 然後跟 跟一些linet distribution一樣 是它會帶有code name 那現在long-term support的是 叫做 Kirkstone 對 那這張圖 我覺得 就可以涵蓋 就是 YOTO整個 運作過程 跟 就是一個 概念性的統整 就是 它你會有一個 路徑底下是各個layer 然後 這layer裡面會有recipe 那recipe會包含各 就是剛剛說的那些 就是 bvfile 等等 然後還有patch 跟config vergman等等 就是剛剛 Ubo可以做的事情 它都可以做就對了 那你要在layer之前 之間 用之前你要先 check到 剛剛說固定的 那個code name 或是 也可以是 commit hash 就是 那這邊就是 剛剛說的 curvestone 來代表 就是 這是它的branch name 然後它會被 可以去patch這些資訊出來 然後 這資訊當然是 會有 包含就是 sources要去哪裡抓 可以從remote 或是你local 端抓的 然後 最終的結果 可以是 image 或是page feed 跟拖券 那有拖券 就是剛剛說 你可以去 就是給你的 driver developer 或者application developer 做進一步的開發 然後 然後 它有提供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叫dev tool 那這等一下會提到 然後 顏色都標出來 其實只要注意這幾個東西就可以了 然後 欸 好 先 略過 然後 然後 recipe它會有幾種 類型 就是 就是一些類別 然後 然後 BitBit 它的 它的 它有固定格式 就是package main 加一個底線 跟hub version 那你的 Machine configuration 跟 User configuration 會 去 specify 說你的package是什麼 然後 就是 它有一種是 BB append的file 這個file 會 就是 在上層的BB file 去做 一些 簡單的調整 那它好處是 你不會有一堆 就是 一樣的 一樣的資訊 這樣 然後 裝PPG 就是 上面 在你的 machine configuration 加一個 就是 core image extra install 然後 比如說 我要裝vin 那我的 我記得是meta 它曾有提供vin的BB file 那這樣你的 target就會有 這個 vin的binary 可以用 好 然後 Ubook 它有 別名 就是 它有一個叫provider variable 它會寫說 我叫 就是 virtual kernel這樣 或是你也可以把 就是如果我用上面寫的那個 linux 然後 -mainline 這個 拿來用是 一樣的 就是它有個別名這樣 然後 這是剛剛說那個 bappen的機制 對 那 bappen它 是一個 很powerful的工具 就是它會 一次執行 一大堆的task 然後 只要 dependency 沒有相關 它就會 它就會 通知執行 然後它會印出一堆 很 confused的資訊 如果你 buildfailure 的話 你就會 debug到很頭痛 那通常我會把 它的 平行畫關掉 然後 這vdd 就是可以比較 就是它印出那些 在編的過程 不然 by default 它是會隱藏起來的這樣 然後 如果你編 它會 summarize 說你哪一個 page出錯 那你就 直接去 說我要重編 比如說openSBI 那它就會 重編 對 再來就是 如果你一個 page出錯 你用cdc去關的話 它 有時候 它不能直接 恢復你原本編譯的狀態 然後 它會缺少你的東西 所以 呃 基本上重編 是有可能解決 編譯的錯誤的這樣 然後 這是我去 用find的去找 就是 by default 它 我的layer之間有提供一些 image法 可以直接產生 那 比如說 多媒體的 相關的 package 就是meta media等等 系列的image 你又可以直接去做使用 好 然後 跟 bue root bue root的 gen image 不一樣的地方 是 它是用一個叫做 open embedded image creator工具 來產生 那個 image這樣 那 它是用一個叫做 partitioning command的語法 這樣 那 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 拖券的話 我覺得它 它 它 open embedded有提供 就是 upstream的拖券這樣 那 那 它 很不好 就是如果你要做 Eternal拖券 input的話 很麻煩 我這邊 就是有問人說 不知道 Eternal拖券 的話 我基本上是要加一個叫做 meta-sourcery 的layer 對 那 這個跟 bue 很不一樣 就是bue很簡單 就選Eternal拖券 然後它就幫你 populate一個 到它的 output host 底下 那就可以 用了這樣 那 這是 用頭的方法 然後它有兩種產生拖券的 一個叫meta拖券 一個叫 你的 ImageName 就是剛剛 上面 這些 那上面這些 有包含哪些 pages 它會 就是在sysroot 安裝library 那這個-c populate 底線sdk是會幫你 把那些 錄鏡都設好 所以 如果說你是要 產生 blood的 氛圍或是可能的話 用meta- 拖券那個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要做 上層的application 開發 你就要用那個 -c populate 底線sdk的指令 來 產生拖券 它會放在上面列的 那個位置 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 我們host的一個 layer這樣 那用法 就是如上這五條指令 不過我們最近覺得 就是我一開始要用這個的時候 我很 大一部分時間是在處理那個 host的 Depend的一些 tool的版本之類 因爲那個 bitback 它本身是用python寫的 你的 你電腦上的python 如果版本不對啊 或是 有時候我同時要用 那它換一個 換一個帳號居然 就不行了 那這個問題聽起來很像是 打殼可以解決的 所以 的確那個優惠 在 好 那我直接挑過一些 比較重要的 就是 release manage 很怕會看到 repo這個 anjoy的 算是version control 工具 那我覺得它裝起來有點奇怪 那mail indies上面 會有一個 比較推的方法是叫做 cos 就是那個 這個 xml的 這個答案是可以直接 轉換成 它是要吃的樣貌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註明說 你的 你的 project要從哪裡下載 然後放哪個路徑跟 它要checkout到哪個release上 那它用起來會像這樣 就是 一個 cos container 帶起來 然後在那些share裡面 就跟一般使用 一樣就是 就是bigback的指定 那你就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做一樣的事情了 好 那其實差不多這樣 欸 好 對 我要講的也差不多講完了 所以 有什麼問題嗎 對 我沒有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想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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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Paul聽得到嗎?不好意思 比較晚開始 哈嘍,Paul聽得到我嗎? 好的 那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就開始下一個議程 是Paul聽我們帶來的System Ready IR 在MX8 哈嘍,能進入嗎? 有,Paul你那邊可以大聲一點點嗎? 麥克風 Paul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這邊調整一下我的設計 OK,我會推薦給你,謝謝 請問在後面的人可以聽到Paul講話嗎? Paul你可以講句話,是 哈嘍,123,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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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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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 可以,可以 那我們就請Paul帶來System Ready IR 在MX8anm上的實作 好,大家好,讓我先分享一下 他寫我的瀏覽器,我把分享花明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全面的問題 是MECA嗎? 嗯 搞不清楚,我分享蛋白的重量看看 欸,他寫我的瀏覽器嗎?分享 以螢幕畫面,這個需要什麼全線設定 你的瀏覽器是... 你的作為系統是Windows還是Mac? 還是... 是那邊... OK 所以... 等一下,讓我重新加入一次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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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可以有另外一个账号的request吗 我看一下另外一个账号是吗 我这边 好吧好吧我这样 Rex有传给我的讯息 我看一下什么 他说OKOKOK 看一下我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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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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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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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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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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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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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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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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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